以前其實我就是一個 牙齒非常好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一些 注意上面 清潔上面 我覺得我就會去忽略掉 反正我就覺得我的底子 是非常好的 然後有一次大概十年前的時候 我這十年都很努力的在維繫 十年前那時候我大概 有一次我的 致齒後面的那個致齒後面那邊 可能有卡菜喳 然後可能那陣子我的免疫力 又特別下降 然後整個狀態非常不好 然後加上我的嘴巴 然後剛好破在我後面的致齒 後方那個地方 然後我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我是 已經一個禮拜過了 但那一個禮拜我是每一天 第一天到第七天 每一天的那個痛是慢慢... 一點在增加的 但是我沒有去理他 然後大概在第七天的時候 我的臉已經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的... 而且他剛好那一個禮拜 他剛才還沒親我 很像老鼻佩 對... 很認真分享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你的臉怎麼了 然後我就說 對 你有發現我的臉腫起來 對不對 他說你要不要趕去看醫生 我說好 我真的要去看醫生了 結果一看 醫生說裡面已經 整個爛掉了 而且我打開的時候 醫生用那個洗牙齒的那個機器 先幫我抽那個傷口 我感覺到那個味道是已經 快要布滿整間的牙齦 那個真的很恐怖 而且他每衝我一下 我覺得很像是那種 好幾千隻螞蟻 在你的牙齦上面 跟你剝掉那裡 而且很容易找到他這禮拜 吃了哪些青菜啊 真的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說 你再慢一步的話 你就要變成蜂窩性主持 人家說 而且這個是很恐怖的 會 細菌會跑到你的腦部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就是常常這個地方 對 每次卡在那裡 尤其吃牛肉 我卡在上面 因為牛肉的筋什麼都卡 你知道牙籤弄斷幾根 都弄斷幾根 很痛苦 常常弄到流血你知道嗎 後來我找醫師 醫師說你這個兩個字是誰要拔 對 你擠太擠了 對 你擠在那邊 然後我就後來 就把它拔掉了 從此再也沒有這種事情 那像我之前就是 有在大陸做女團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 每天都要練習 然後睡眠就很不充足 跟大陸的食物其實非常有 所以我會挑東西吃 然後這樣長期下來 我就導致就是 然後又抵抗力下降 有一天我的牙齦 就腫起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沒事吧 想說腫一下應該還好 然後就越來越腫 也是像那個棋惠一樣 然後就到了第七天 我已經變成 然後又得上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我有帶照片 超重 真的像韓鵡蛋 然後發現裡面是發炎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膿 然後後來我就有問醫生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就說可能是因為 我的牙齒有 然後就是有細菌 然後就是跑進去這樣子 然後導致越來越大 然後膿全部都積在這裡 然後後來是做了一個小手術 然後是把它切開 然後做一個引流這樣 然後才用出來以後 把傷口顧好 那個其實 牙周病對大家來說 可能都很平常 所以就是久了 就大家可能也都會忘記 可是其實牙周病 真的潛藏了滿多危機的 就我之前在醫院服務的時候 就遇過一個六十幾歲的 一個大姐 然後她來的時候 我看她是從急診入院 她住了快一個月 然後她那個時候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是 然後感染科醫師就診斷 她可能是一個 然後住院的時候 甚至有住家戶病房 然後出來 然後到最後 住了一個月之後 她抗生素 其實已經打了很久的時間 可是她在住院的期間 都還是會有點 然後她感染科醫師 當然就很盡辭 要幫忙找那橄欖源 全身上下都要找 總是會有一個地方有問題 要看看說是哪邊會有問題 後來她就覺得說 發現她做那個臉部X光的時候 發現她的 然後就找我去看 然後我就看她說 可是成年的老實講 你因為鼻竇炎 感染 然後去發燒 其實是不常見 然後後來去看的時候 想說你應該 我看了一下 她的病例 那麼厚一疊 然後抗生素用超多 我想說 再怎麼樣的鼻竇炎 應該也要殺得死 對啊 然後對 然後想 可是去看的時候 就看那個 幫那個阿姨做一些檢查 然後幫她嘴巴一翻開 就果然一陣 對 然後就是她的那個牙齒 就是 就是要很小心看 因為你 我知道那個跟趙醫師是好朋友 所以我知道植一顆牙有多少錢 對 所以就是 那個就是去碰她的牙齒 不小心一碰 她 然後 那個牙齒就好像快掉下來一樣 我就趕快把她再推回去 推回去 再推回去原位 你為什麼不然把她拔掉你知道嗎 但我要陪她 還是說我是可能 不小心把她牙齒弄掉了 不是牙醫 怎麼可以把我牙 對 這時候身分就很重要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要跟 跟橄欖科醫師說 這個我們可能 它的橄欖原可能是在牙齒 然後跟它影響到鼻痘 因為去看它的 Review它的S光片 它的鼻痘跟牙齒 那個地方那個骨頭很緊 很薄 然後牙根已經爛到整個 對 所以膿就直接從牙齒 跑到鼻痘上面去 所以那一團就是幾乎 就是都一直在 所以抗震素都打不進去 後來就是我們跟牙科一起 讓牙科把牙齒都拔掉 然後我們再去把鼻子裡面的 鼻痘的膿都清掉 過兩天就退燒了 因為牙齒真的是一個血流 很豐富的地方 我們遇到的就是一個 五十多歲的阿伯 那我們大哥改一下 五十多歲的大哥 大哥的部分 那大哥的部分 他其實是一個糖尿病 那他糖尿病來就診的時候 他原因是 他一來第一句話 就讓我們瞬間覺得要重視 他說 正常來講發燒兩個禮拜 真的就是有問題 他在外面就診紀錄滿滿 還燒了兩個禮拜 通常遇到這種很多是焦慮 擔心太多 可是他拿起體溫記錄表 一天八次寫得很清楚 三十九度 每次都三十九度 吃完退燒要退燒 之後又三十九 所以這種馬上收住院 趕快做治療 那一抽血 其實 發燃指數 白血球 全部都很高 那所以當然也順便做了 細菌培養 趕快打抗生素 最後細菌培養出來 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支細菌確實滿常見 可是它的細菌比較毒一點 就是比較難殺 一般抗生素沒有用 大家就用了最後線 有用的抗生素 想說這樣總可以了吧 結果用了過了兩三天 沒有效耶 結果就發現就是 根本就是燒還是一直在燒 結果大家就覺得 到底是什麼原因 在病人髒口的那一刹那 說時遲那時快 味道越來越濃郁的狀況了 所以就大家就趕快叫牙科來看 覺得是不是口腔有問題 結果口腔真的就是紅塵滾滾 一撥開 就農就一直滾滾 一直流出來 好感 所以趕快把農給清掉 那個農真的一培養 也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冤有頭再有主 就以為這邊就解決了 結果故事不是那麼輕鬆 把那農都清掉之後 他還是沒有退燒 想說慘... 沒退燒其實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想說慘... 現在到底要處理哪裡 趕快全身再回去各種檢查 常見感染部位都做一做 全身各處都看了 到底有沒有傷口 都沒有 那所以看了這 最後發現胸口怪怪的 那裡有一塊在主動脈的地方 有白白的 有多了一塊的那個樣子 比較膨一點 你們會檢查到那裡去喔 對 就是因為常見就是肺炎 也會感染 所以多照了一張S光 再多看一下 那認真就重看的時候 就發現真的有問題 趕快來做個電腦斷層 那電腦斷層一看 那邊一塊斑塊 卡在那邊一整塊 那這東西最常見的 大家就會懷疑是 一個叫 我們用的抗生素 真的也是有效 洗液培養也是 金黃色葡萄球菌 牙齒也輕了 其實這細菌可能從牙齒邊 感染進去 跑到了血液裡面 住進去了 住房了 住進去了 在房間裡面住滿滿的 所以你看看處殺外面 殺了一個牠 還有千千萬萬個牠 一直從房間 一直放出新的細菌來 所以很難殺得掉 所以最後只能最後開刀 動手術 把牠直接把牠的源頭給清掉 最後阿伯才順利退燒 所以這狀況真的是非常危險 這種細菌從牙齒進去 跑到各處 其實在血管的有一些缺陷的地方 牠會直接住進去 卡在那裡 變成牠的家人 妳現在知道牙齒 不是美觀 因為健康很重要 你知道嗎 全身都有可能 好可怕 對啊 所以要牙齒加火 我曾經有想過 為什麼不把牙齒 神經全部拔光光 我想說不會痛 那妳就... 對 等於底下爛光了才知道 原來有吸血 但我發現 爸爸還是乖乖的 顧好牙齒 我想說看人家 臭過了整個神經 一條紅紅紅像線 對 好痛喔 對啊 超痛的 好可怕喔 來 我們換個畫質 好 換個畫質 不要沒有那麼痛的感覺 牽一鼓 而動全身 身體卡卡 讓你擺並身 就我們講很重要的骨頭 很重要了 我們很多老人都有骨質疏鬆 所以一不小心 沒做好就會倒掉 造成髋髋節骨折 那這個時候 牠就會痛到 沒辦法做到站 那甚至都只能躺著 連翻身都會痛 這時候其實需要立刻開導 但是很多人想說 老人常常都在喊痛 說不定其實只是 撞到或閃到腰 所以就讓牠躺著休息 那這樣一躺 有時候一躺就躺出 腹瘡 那腹瘡變嚴重 有可能變成蜂窩性 組織炎 甚至嚴重的話 變成敗血症 那大家躺著也不可能 不吃飯 那吃飯如果躺著吃 也容易嗆到變成 吸入性肺炎 那這些 病發症零零腫瘡加起來 一年的死亡率 其實平均也會到 三分之一 而且骨折 如果沒有立刻把骨頭對起來 身體會覺得 這骨頭是 所以它原本的骨頭 如果消失的話 我們醫生就只能幫牠 換人工關節 變得很好 一樣 又過了